Hello 大家好 我是旺 體愛就旺 最近大家有沒有看新聞 新聞講述日本核廢料倒入大海 影響生態環境 所有海鮮可能會變成自然物質 甚至海水都有污染 這新聞其實是國際轟動 但是平時沒有一些國家 沒有一些地方 沒有偷偷地把這些倒入大海嗎 其實是可能會有的 但可能我們真的不知道 倒入大海之後 對生態有什麼影響呢 可能什麼魚蝦蟹 日本那些 基本上你不能吃 但是 你要想一件事 海鮮不能吃 那關鹽什麼事 阿王剛剛去超市 見到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見到很多司拉 真是麻木瘋狂去搶海鹽 去搶鹽 他們不是一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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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一袋袋一袋袋的 大哥 你去搶鹽 不是真的給超級市場加你加 以前一包鹽 一個二一包 一個三一包 現在可能加到兩元一包 你不要搞亂些什麼 各位姐姐 有時候 我們要理性去分析 不是瘋狂去搶鹽 為什麼會說理性分析呢 其實我們中國境內會有很多井 都可以出到海鹽的 不用靠外來的太平洋那些什麼洋 去生產海鹽的 所以鹽的質量都是有保證的 還有 出的每包鹽會經過 食物監測局去做一個檢驗 真是安全才會去生產的 所以其實不用大量麻木去搶鹽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一頓飯究竟用多少鹽啊 一包鹽 其實等於我家兩個月到三個月的用量 喂 你買了十幾三十包回家 你的鹽拿來做什麼 醃咸菜啊 拿來沖馬桶啊 大哥 給一些常識和理性好嗎 其實鹽是不會沒有的 其實鹽是大量的 只不過你真的要看哪些國家 哪些地方出產的鹽就可以了 那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盲目去瘋狂去搶鹽 因為這個行動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搶保抗力啊 搶很多東西啊 總之澳門人最喜歡搶東西啊 什麼板藍巾啊 很多東西都喜歡搶 但是問題是喂 你搶那麼多有什麼用啊 那沒有藥也是 你吃得多少粒啊 你搶多少次啊 大哥 除非你真的用來炒 但是你不是的嘛 你買那麼多回家 到最後可能過了期 丟的無謂啦 對不對 所以我建議大家真的不要亂搶鹽 因為說了一句 真的用不完的 有排你用啊 還有中國的鹽安全的 今天我的視頻到這裡啦 各位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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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